160万买的房子 现在100万都没人要 你说我们怎么办嘛 两半咯 房贷也断了 到时候人家把房子收走了 收走就收走呗 当初谁让你叫我买房呢 我本来就说不买不买 非得让我买 160万啊 分级分那么多 贷款贷那么多 现在卖100万都没有人要 亏了吧 那我哪知道是这样子的呀 我也没打算卖呀 我想小孩在那里读书也方便 你怎么能怪我呢 那小孩读书我们可以租房子住嘛 你这样去买房 你看现在我们压力那么大 在农村我觉得就挺好的 非得要去城里买一套 城里买有面啊 好多人都羡慕我们啊 有面 你看现在 你看现在还有面吗 别人也不知道啊 现在我们房贷都供应不上了 也亏本了 现在卖出去也卖不出去 那就再降呗 再降 再降你那个利息都拿不回来了 你还了那些都已经回不了了 你不能全怪我啊 我叫你买你就买啊 你这样你卖出去你还贷款都不够 你还要 还要另外自己拿钱就还贷款 谁让你那么好面子啊 非得要买一套 一百六啊 一百六十万啊 还不便宜 我都是为小孩着想 你别说为小孩着想了 我觉得你就是为自己着想 为你的面子着想 自己明明没什么钱还要去分机 你要是工资高的话 我们也不至于这样啊 说白的就是你没用嘛 没本事 不要总说我没用啊 没用的是你 总是爱攀比 总是爱慕虚荣 感觉有这东西你就有面 我怎么没用啊 啊你这话说的啊 我想着买房子有压力 你就有动力啊 有压力有动力 这什么逻辑啊 我都是为这个家考虑的呀 这个逻辑 你也有面啊 是不是啊 不只我一个人有面啊 我告诉你 我这个面我不需要 我告诉你 我在农村老家 有一套这样房子 我就觉得很好了 嗯 一点追求都没有 没意思 这种男人 啊你有意思啊 房贷你自己想办法吧 现在 我不想跟你找啊 我现在要跟你说 这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我也解决不了啊 你不是说我没用吗 对啊 我就没用 我解决不了啊 你自己解决房贷啊 卖了反正也是亏的 不卖也行啊 不卖房贷你还啊 我说让你自己解决啊 让你自己还啊 我一个女人 我怎么解决啊 谁让你 要解决也是你解决 160万的房子 现在100万都没人要 真是活该啊 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 到底要降 还是要怎么样 还是不卖 我不知道 反正我现在那个房子 我都不敢去住 物业费也贵 给我送给我 我都不要啊 那套房子 我告诉你 我都不想要啊 我买的时候 你不也挺开心的吗 开心 开心的屁啊 是你想要满足你 我才买的 我想不到饭了 早知道就不听你了 什么都听你了 就吃不就有问题 现在出问题了就怪我 以后什么问题都不能听你 我觉得 要是这个房子转了 你又开心了 出问题在来怪我 我也不开心 我告诉你 我根本就不需要在城里生活 我只需要在农村住着 安安心心了就可以了 傻了吧你